請上台社長 一一的上台接受市長 林佑昌親自表揚 來自百工百業的模範勞工 每個人都有值得表揚的事蹟 我們是不是新的音樂音樂掌聲 金融市寵物服務員職業工會 推薦的模範勞工李維祥 身兼金融市寵物銀行受醫師 因為具有愛心 獲選模範勞工 希望就是大家多來認養我們的 狗狗跟貓咪 這些貓小孩其實是很可愛很乖的 那就是在我們認養出去的時候 我們也會盡量的照顧他們的身體 讓他們身體就是健健康康的出去 而從事火鍋餐飲業者的寄文泉 平常關懷弱勢 提供關懷服務 抱持取之社會 回饋社會的精神 對於這些弱勢團體 我們都要不遺餘的去幫助他們 那不然像一些幼兒園 孤兒院 或是我們一些獨居老人的部分 其實我們都會比較關懷這些團體 模範勞工表揚大會 金融市長林又昌 立委 蔡世英 及各公會理事長都立臨道場管理 表達祝賀 在這邊也謝謝所有的好朋友 在這一年多來防疫期間 配合政府的一個政策 我們金融市在每一個防疫的工作上 都非常的到位 所以我們的疫情是非常非常的穩定 當其他的縣市 譬如說最近大家媒體上 可能有看到一些新聞 把那一款市一款路的時候 我們基隆市其實是非常穩定 最近這兩年 雖然有疫情的關係 但是台灣的經濟表現表現還不錯 他們甚至預估今年 台灣的GPG成長率會超過5% 創下20年來的新高 那這個也是我們在做勞工朋友的努力 勞工節前夕舉辦北洋大會 市長親自頒獎勉勞模範勞 期盼大家繼續發揮螺絲釘的精神 讓這個社會更進步也更加美好 記者黃紹明 金融報導